坎米台风带来了强烈的阵风 也传出了死亡意外 华丽市一栋民宅上方的铁皮被墙风吹起 导致女儿墙掉落 砸中了下方的一辆轿车后座 造成车内妇人不幸丧命 儿子是命为昏迷 根据了解这栋大楼是美轮饭店所属的员工宿舍 饭店协理已经是被通知到警局来做笔录 相关单位也表示 等天气稍微喉转一定会追究整体的意外责任 狂风吹起巨大铁皮撞击砖瓦 一整块女儿墙从顶楼坠落 碰得一身瞬间压垮底下轿车 男子冲到后座几乎崩溃的死命拽车门 想要救出妻儿却无力回天 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 往窗户外面看就有看到一台白色车被砸 然后那时候就立马冲下去帮忙救 一个枪门其中一定把小孩救到里面 她的妈妈在车上 我们就是把她协力把她救出来 女儿墙变成杀人凶器 势必要追究责任 这栋大楼是美轮饭店的员工宿舍 饭店协力也到派出所做笔录 我们跟人家承租的 目前是一个承租的状态 就对我们是跟她承租当员工宿舍用 美轮饭店表示自己只是承租户 民国七十八年已经盖定家是继承为鉴 但这船里面漏水严重疑似是年久失修 全屋底快掉的时候就已经用了 等到明天我们要请我们的建管单位去确实的了解清楚 还有整个建筑物的状况之后 才能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确认 铁皮夹该在女儿墙上 没有足够钢筋与本体连接 是施工时出漏洞还是违建问题 是天灾还是人祸 恐怕还需要慢慢理清 谢谢综合报道